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7月13号的桑普论席 希望大家支持桑普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广告和利用superfanser function 支持本人 希望大家继续加油努力 近日我用的一些收音仪器出了一些问题 可能是我要再试过一些情况 我要reboot过一些遮蔽机器 我要再重装一下 所以现在用这个职场的收音方式来做 希望大家就不要太介意 可能这一次的声音比较差一点 我们今天呢 就是继续讲关于这个 换灯的问题 那换灯的问题 甚嚣陈上一段时间了 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后 几个小时之后 就是会播出的新桑海神州 我和杰斯讲的 第一次在我的频道 我们都讲到这个换灯的问题 和北约峰会的问题 第二节 我和杰斯会在这个 杰斯频道 会讲到关于 洞庭湖的水灾 和中国三宗全会的前瞻问题 希望大家会有关注 事关我和他录了那段 关于换灯的一件事 已经录了一个半钟 所以我的地方有详细的分析 这一节我想补充一些 在我们讲的节目里面 稍微没有讲到的一些资料 和一些新的一些 全面的了解 让大家知道 我再讲一次 到今天为止 这一分钟为止 我仍然认为 拜登是基本上 不会退选的 细事难料 没有一定是注定一定是这样的 never say never 但我只是说 我所看到的就是 不会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呢 你要拜登退选 是需要有一个 他要自愿退选才行 如果他不是自愿退选的 那基本上 按照民主党一直以来的程序 8月10凌日 举办的 举行的这个 就是全国党代表大会 是必定要提名拜登的 那我会讲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呢 拜登自己会不会退选呢 就似乎呢 有三个 好像俄罗斯套娃娃的因素一样 一就是极左派 对于他这个 民主党建制派的 这个奪权 就是比如Kamela Harris 第二件事就是说 后面 站住了一个深层政府 华尔加集团 直屋集团 荷里活 奥巴马 克林顿 和后面一大堆的 莫名其妙 就是拿一桩的有钱佬 权贵人士 有些出名的 有些不出名的 Deep State 更重要的就是 在最后面 在旁边 有一个叫CCP 而CCP呢 现在呢 我想它在发动着两招 其实这个不止CCP 甚至Russia都是 它搞两招去搞乱 美国的政治的 美国一向左右派呢 近几年呢 就是不断地分开 这个也不是现在中俄 要去再做功课的地方 中俄现在是分化后再分化 就是比如说在民主党里面 去激化这种冲突 就是支持换灯 OK 所以在中国讨论支持换灯 不会被人删除 换灯呢 其实呢 对中国说会有利 对俄罗斯也都说会有利 所以在很多地方上面呢 会不会在中国俄罗斯 在后面支持一个人 无论叫Kamela Harris 或者Michelle Obama Ogorever 所以取代拜登呢 现在都是讨论中 而且在那个地方 可能默默地观看 必要时刺激一下 深层政府呢 导引一些方向给他 这些就是CCP 或者Russia 正在做的事情 现在右派方面 又搞个叫做 2025计划出来 那我稍后会说到 什么是2025计划 还有 他想怎样 创造出右派里面的矛盾 和侵侵 很快 释破了这个计划 之后 直指 我不支持 2025计划 我不支持 2025计划 可能的手印在里面 而里面牵涉到 美国里面的分化再分化 其实这件事 美国需要有民主防御 还有了解 专制国家 如何对付美国的方式 我经常都说 今天 无论是川普赢 拜登赢 当然我支持川普赢 我不是拜登的支持者 但我认为 美国是需要守护的 美国要守护的前提就是 很多对于人的尊严 私有财产 自由经济 对于 我们生命的保护 对于法治的尊重 对于宪政民主的追求 对于In God we trust的基本信念 我想这些事是不可以shake 如果今天你看到 在民主党和共和党 本身 他们基本上 是有这方面的基本共识 应该是尋求这个共识里面 尽量站在一起 在做的那么多的事情 当然譬如我 做评论人 不可以祸起来 没有任何政治的立场和想法 是不可能的 如果听 没有政治立场的想法的话 那你不如听新闻记者说更好 新闻记者会跟你说 报道跟你说什么 什么 就说完了 一加一 有人等于二 一加一等于三 平衡报道 拜拜 这些就是垃圾 新闻记者 好些的新闻记者 都不会告诉你 他的想法是什么 做commentator 就是做一个评论人 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你不喜欢听我右派论述 你喜欢听左派的 那就听其他人的说法 就是不需要在那里发怒的 是不是 清彩龙八角有所好 我只是忠于自己 还有我自己有个原因 我都欢迎和大家辩论一些 关于我的一些政治或者哲学的想法 我先说回 就是在整个局势里面来说 美国应该要一个国家 左右派共存 这个是一个民主政治健康的情况 OK 在这个健康的情况之下 两个党派互相有政竞争的这么大 这么撕裂 其实我不想见到的 很多个责任是在于 马克思主义在左派里面兴起 利用种族 利用性别 利用环保三个利劍 就是Michelle Foucault 说的三个利劍 去取代阶级 成为斗争的原动力 而搞到社会分化 这个不会触动社会的进步 于其画机的左交 其实是成为一个新的专制 这个才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 是不是 违反常识 没有讲逻辑 全部用情绪勒索的方式 来讲一些此是而非的假话 用man made rules去取代 God made rules 用一些完全是不合乎常理和天性的东西 去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争斗 揣改美国的历史 揣改黑人的历史 揣改美国立国的历史 独立的历史 这个是荒谬绝能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很需要调解 American Marxism的问题 而它借着这件事借私还原 你要后现代主义 解构主义 左派学说 在美国各大学院 不断吹捧一些 支持哈马斯 支持巴勒斯坦 这些所谓多元文化的所谓的理论 而事实上 食屎如何食法 都是可以很多元的 但是 讨论这些叫做多元的文化 但是文明只有一件事 就是不要食屎 所以我想这件事 就是他们最大的分别 好了 我先不讲这些高深的问题 我只是说去到今时今日 拜登为什么我说他会继续选呢 事关他出了很多疲劳 OK 很多人想去退选 我都讲过了 Time啊 Time Magazine New York Times 甚至乎17个 参众议院的夸党 不是夸党派 参众议院的民主党籍的议员 要去退选 接着Netflix 接着George Clooney 接着你看到 Pelosi就说你好好想清楚了 你尽快决定 其实已经决定了 决定会有参选 接着奥巴马 George Clooney就问过他 奥巴马不致可否不鼓励也不否定 就是说 作逼常观 就是不表态 这些事呢 暂时到了这个位置 我想这个已经去到一个climax 就是我想去到 漸漸去到高峰 我想他还有时间继续有人去讲 但是已经讲话去到高峰了 去到今时今日 辩论之后 差不多两个礼拜了 只有17个议员出来 而17个议员呢 可能会陆续增加中 但是我觉得不一定是20 30 但是民主党 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的数目 是几百计的 你今时今日 连10%都没有 不要说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过半数 你都没有这样的 很大的power出来 拜登 你退选 我想这个swing 是做得不够的 OK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说 是 他当然深知很多问题 我也知道 他陆续出了很多事 第一 就是说 八点之后 他要睡觉 不想搞那么多事情 麻烦你们过去收招 OK 哪里会有 就是国家元首 跟大家说 我八点之后睡觉的 尤其是 一等一的民主大国 这些事情 可以做不可以说 怎么可能说出来呢 如果这个是真话 那就很奇怪了 万一我早上九点钟 即你美东时间 晚上九点钟 中国共产党解放军 发个飞弹来台湾 那是不是叫醒你啊 是不是很惨啊 是不是不叫醒你先 希特拉呢 洛曼帝登陆 就不叫醒他了 那结果什么呢 大家知道了 德国输鬼了 其实和那几个钟 没什么大的关系 那整个世 是人家赢不住的了 OK 无论如何都好 你睡觉呢 你告诉别人知道 你一定要定时睡觉的 不好意思 做公务员 你可以这样做 我当时做律师 都不可以这样做 做记者 更加不可以这样做 做教授 某种程度可以这样做 除非你太 那时候要改捐 或者做社雷敏 那些特别方面的东西 但都不会说 我每天都要八点钟之后睡觉 你不可能的嘛 八点钟之后 不要打扰我 喂 八点钟 如果人家射个飞弹 怎么可以不打扰你 一定要找你 对不对 所以第一件事 如果你说假话的 那我哪一句 我才信得你真 哪一句才信得你假呢 如果你说明说真话的 全世界就笑你了 所以怎么说拜登也不通 接着 他7月11日 人家很多人见到他 又扑又扑 接着你那个辩论会 乱七八糟 接受Stevenopolis的访问 ABC的访问 人家那个记者 在街头被人访问 都说 喂 拜登这个人我真的不支持他再选 他不行了 George Clooney又说 我6月跟你去做事的时候 都知道你不行了 哇 接着呢 最近7月11日 他出席华府DC 因为在这个 Washington DC 举行这个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的峰会 32个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参加 好了 有几样东西 第一 你迟大到 10点钟应该到的 你10点四十分才到 搞到呢 很多人呢 不开心了 有一位呢 意大利的总理 就是Meloni Meloni 首先觉得非常愤怒 他愤怒 不是愤怒 是不耐烦 Georgia Meloni 翻白眼 在社交媒体 广泛流传 那 当时候呢 北约秘书长 就是社任的史特腾报家 Yance Stoltenberg 和Joe Biden 没有现身 会议延至10点40分才开始 各国领袖在会场 苦等干等很久了 那这个意大利的总理 梅乐利 Georgia Meloni 是右派出身的 他呢 是比较率真一些的 他是跟芬蘭总统 斯图布 Alexander Stoltenberg 交谈的时候呢 事业现在的时间 跟着翻起白眼了 就是这样 跟着芬蘭总统斯图布 在手机查看时间的时候呢 那这个意大利总理 梅乐利呢 陈情更加不开心 雙手抱胸 有一道扁嘴 眉头紧皱 再翻另一次的白眼 那当梅乐利注意到 有镜头在后面拍的时候呢 才控制起表情 强颜欢笑 这个是弃止 政客嘛 无论怎样都好 这帮政治人物 其实讲到最后就是说 我们全部都是有头有面 民主国家的领袖 你今时今日 你拜登 你是东道主 你不要告诉我 你还没起床 是不是 十点钟都没起床 有没有搞错啊 是不是 所以 that's something wrong 你不可以说Yes Stoltenberg 因为呢 他就算和拜登交谈 已经要提醒他 全世界都在等着你 还有 北约秘书长 这个就是卸任的 即是 基本上呢 你骂他都没用 咬他都没用 但是你 拜登 是不是要再选啊 如果你卸任 你讲一声 是不是 如果你不是卸任的话呢 那麻烦你 你这样搞法 你是不是得罪很多人呢 是不是 这个呢 很多媒体都有报道到的 但是最重要不是这一点 最重要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说 他本身呢 又出现了很多很多 不知所谓的问题 7月11日 他在DC居然的北约封会里面 吴称乌克兰的总统 扎连斯基 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他一定说 我们有请 乌克兰总统 普京 普京 啊 扎连斯基 你知道他是说什么的了 他这样的情况就是 普京 普京说了两次 之后才保获 说他扎连斯基 喂 这个情况 我看完那段片之后呢 我会觉得 哇 又来了 就是我这样 你说 你不需要做Cognitive Test 你不需要做任何的Neurological 或者Cognitive Test 就是不需要做认知测验 你说每天工作就是你的测验 那你就测验不合格咯 再来一次 跟着后续同一天 他又将自己的副首副总统呢 这个哈里斯 卡里斯 叫成了共和党的对手 特朗普 特朗普 哎 我们的Vic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哈 那再到引起外界的一波的议论 两次 同日 两次 跟着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呢 竟然发表单单口的一个人对着全部媒体的声明 堅称自己是认为自己最有资格竞选总统的人 说他曾经击败过一次参修 也都会再次击败对方 他强调他参选不是为了自己正职 是为了完成由我开头的工作 奇怪 你应该为了人的幸福 不是为了完成自己那份未做完的工作 试问有什么政治工作 是任何人可以完成得到的 是不是 没有东西是完成得到的 我做律师的时候 很多些senior都告诉我们 长命功夫长命做 哪里说你可以是完成得到的 那你不是完成交棒给人家完成 没有东西是你可以完成得到的 政治的东西有什么是可以自己完成得到的 你想做什么 完成我开头的工作 是不是你惹兴了阿富汗撤军 普京袭击乌克兰 你要收尾呢 你收到尾吗 这么多年了 你做了什么呢 就继续供应资金 供应板药 供应情报 给北药去帮乌克兰 到后不到废 低级武器 打这么久 整个战场变成了狗肉机 普京又没有落台 扎连司机在那里呱呱叫 这个情况 你想怎样呢 是不是一直是这样 这些人在那里死 一直打下去 越战化韩战化 你才开心呢 打三年 三十年 三百年 三千年 打下去呢 荒谬的 你想想 你想想这件事 当然是荒谬的 你做一个决定 是不是这样去做 这件事 不赢不行的 那你就继续三百年 三千年 打下去 你不要这么夸张 我就说 按照你的逻辑 你说 乌克兰这个战争 非战性不好 那你就一直打下去 烧钱 一百亿 三百亿 三千亿 三万亿 三兆 三十兆 三百兆 烧下去 你说要赢硬 不惜代价 是不是值得呢 即我常说 那些左膠说的 有反战 越战 越战 有什么 圆赢 歪 那些 今时今日 你们这班人 你们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对不对 为什么要介入一场 和美国核心利益 无关的战争呢 你看一看 我上一次节目都讲过 这个Mike Johnson 讲过关于 他们共和党的基本党纲 以实力谋取和平 美国不是要做Isolationist 不是搞Monroe Doctrine 不是做孤立主义者 也都不是做Interventionist 即不是做干预主义者 美国要做的是什么呢 是要守护美国重要的事 不是要做世界警察 不是要做一个理想主义者 而是要做一个现实主义者 是做一个Realist 不要做World Police 要做守护美国正利益的事 今天中国襲击台湾 攻击台湾 川普都说我会Bomb 不是Bomb Bomb 就是光砸北京 这个就是因为台湾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而乌克兰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为什么 很现实的 台湾失去了 整个太平洋就崩了一角 日本和韩国 很多的原油的供应 资源的供应 都断了 再不要说晶片的问题 你整个晶片 绝大部分都是台湾 台积电等 中上油 很多公司一起合力制造的 整个供应链会断了 所以美国一定要保护台湾 毫无理 毫无任何原因 就算那些厂被人炸弄了 都要保护台湾 为什么呢 你台湾被中国控制 台海就成为中国的内海 南韩和日本的补给线都没有了 那些原油 日本和韩国没有产石油的 全是经过东海南海的运输的 当它Block了这一点 哇 玩完了 美国整个太平洋战略是玩完了的 所以美国一定要干预 一定要保护台湾的 但是乌克兰是没有这样的地方 是没有这样的地方去守的 不如不再把它挖入其中一部分 就证明到 这是一个缓冲区 这是乌克兰历史的秘案 将乌克兰和台湾做一个 不伦不类的一种 类比analog的比较 我觉得不同的 不同的 两件事是完全不同的 温暖战争是应该要终结的 全力对付中共 这个就是共和党和川普的主要策略 也是共和党新的党纲 他的宣言所说的一个重点 大家看看 第七任总统 President Jackson 几乌克兰的思想和他的行动 就知道我刚刚说的一套是什么 小布殊和共和党的 为什么他说是共和党的建制派 因为小布殊当时是 interventionist 国家警察 而这件事正是侵侵 改变的一点 而共和党现在去回 Jacksonism 不是Jeffersonism 是Jacksonism Jeffersonism 是民主党后来的灰胎的开始来的 杰伐信 即是闯立 我的母校 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人 是民主党的一个最主要的地方 最主要的一个精神的支柱 而共和党的最主要精神的支柱 是Hamilton 而Hamilton 他不是演绎到Jackson的地方 是一个变化了 这些事情 你看看美国的历史 和政治哲学 会更加清楚 香港人很少人撕裂这些事情 一说就说 说右派就是 纳粹 希特拉 全部希特拉 希特拉 一说我支持右派就是希特拉 他根本就不明白 你什么Jackson 不明白什么isolationism 不明白什么interventionism 完全不明白我刚刚说的那些东西 所以我就说 和那些人对偶坦弦 所以我都不想辩论 不是on the same level 说什么 就是那些人 不做事又不读书 之后就在那儿 找几个东西来吹 然后找那些左交媒体 说几个东西 就吹到哇 涉顺莲花 莫名其妙 东西又不看得多 常识又无 邏輯又不行 你干什么 我说出来就生气了 所以我就说 哎呦 免得了 我收下我把火算数 好了 接着你看回这个 他讲到乱七八糟 但是他 你记住 当拜登接受访问的时候 是坚称 他再说一次 他自认为他是最有资格竞选总统的人 说他曾经击败过一次川普 会再次击败他 就是说我曾经 转败过他 所以你叫我再转败他 所以你叫我再转败他都可以 总之2020年的他 就等于2024年的他 但我叫George Clooney的说法 这位在荷里活的金主 其实他做戏真是一般 有些人觉得很有性格 你过回各眼 但我真的觉得他做戏一般 George Clooney 他就是左派的旗手 OK 支持拜登很多样东西 6月的时候也为他站台 后来6月底见到他 最近7月11日 倒过一击 装扮自己是聪明 我最恨这班人 因为你一早长期知道 这个人是认知正在衰退中 你当时不说出来 好了 当人都知道的时候 哇 冲出来 是啊 好像先知那样 我就觉得他有问题了 我是不是很有勇气呢 我是讲真话的 行公义的 于是反过一击 这些尽限他的狡猾 尽限他的邪恶 要你早知道 为什么你不早说 所以我说 以后光火香港的时候 一定有一班人 出来是7月 他说 早知道邓炳强、李家超、林郑月娥 是坏蛋 我迫于无奈 我第一个出来说 他是坏人 有很多警察说这些 记住 我先知声明 第一个要铲除这班人 这班人 虚偽偽善 叫他吃屎都可以 我估计基本 所以我说 不要说言之不如 陈庆偉 陈仲恒 李运腾 莫为周天行 万德豪 莫为言之不如 就是这个 转型正义来到的时候 你们都会送上 送入去 齐柱 OK 分分钟送去 应该要送去的地方 上帝都会送你一程去地獄的 希望上帝 就是求上主 瑞莲 迷途的羔羊霸 但是呢 我想 我想不会在那里交 OK 如果个个都瑞莲 就没有地獄 所以我就说 该惩罚的 都要惩罚的 好了 说回这件事 他说呢 拜登 说自己最有资格 因为他曾经击败了川普 所以他也会再次击败对方 这个很奇怪 这些是 邻辑有谋误 George Clooney说 2010年时的拜登 跟2020年的拜登 都very good active vigorous smart smart 什么鬼 corrupt 那他说2024年的拜登 就跟2020年的拜登 基本上是大相征庭 所以我就说 拜登说这些话 George Clooney已经有完美的反驳 拜登又强调呢 他参选不是为了自己正职 而是为了完成由我开头的工作 我们就说 那你都结束不了了 不如你交给人 所以他说这些话是荒谬的 对不对 那难道你同党的人 都不是同心同德 又同一样东西想追求的吗 那拜登更奇怪 虽然还有其他人 可能击败侵侵 但是他们很难从头开始 因为他们筹不了钱 我筹得了多少钱 那么金主 关键就是在金主上 金主不走 拜登依然是老臣在在的 什么金主啊 Clinton 奥巴马 后面的深层的集团 刚刚再说了 再说一次 兔娃娃 就是极左派 跟着就是深层政府 和共产党 OK 跟着这个 他说 在务本上 做得都不错 我们已经将 两亿两千万美金 存入银行 我们做得很好 就是我们赚到钱 我们有funder 我们有大金主 不怕 这个就是他的底气 所以我们说整个局势 17个人 太少 奥巴马 未正式表态 Pelosi 也是 那就是这个情况 很多的左派媒体 吹 而那群左派媒体 模样纽约时报 時代雜誌 后面 中共很多手印在后面 当你看到 中国共产党 发动的媒体 发动的极左派 在想搞乱这件事的话 起码搞乱到拜登 他都牵涉到 有办法 掀制到这个政治 吃过一层尾 第二 哪个赢 哪个输 最后什么是输和赢 不重要 搞乱 造成一种 这样的结果 最重要 就好像他怎么对付台湾一样 这个就是共产党的心法 这个也是俄罗斯的心法 OK 希望大家要明白 真是有分别在一边 真是有严正的分别在一边 另外就是说 就是 更重要的地方就是 去到今时今日 有这么多的这样的情况 在共和党方面 也都有一些很奇怪的情况出现 尤其中共很多后面支配的CNN 就是说至少有140名 在侵侵政府工作的人 参与Project 2025 就是参与2025的专案 其中包括一半以上被列为 主管力授权的作者 编辑和赞稿人 他就说 特朗普非常了解 专案背后的黑手 这完全荒谬 就是你用这些地方 就好像特朗普很支持这个project 就是这样 幸好 在上个星期五 7月5日的时候 特朗普已经在Truth Social 发明表示 他对2025 project project 2025 一无所知 也都不清楚 哪个在背后操作 这句说话很重要 第一 我没有endorse过这个计划 甚至在后面的铁文里面 都说得很清楚 他很多事情都不支持 我觉得这是犯了很多常识成的错误 因为这个project 2025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要有个总统过渡计划 去年4月启动 900页的手冊提出一大堆东西 包括对联邦政府做大规模的改革 和重组 就是说里面很多的一些法例 究竟譬如说联邦的调查局 司法部 墮胎 移民 如何重新组织一些新的政府部门 甚至众议院 参业院 如何做议席方面的改革 整个政府部门联邦的组织 如何去和州有所分权 每一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其实是一个联邦国权计划 很多人的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说 美国的分权 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之外 还有联邦各州和地方的分权 是美利坚合众国 是很多国 很多state in plural states 去组成合理 是一个国联 这个是美国的基本原则 所以美国是一个 big umbrella 去做这件事 但如果你今时今日搞这个project 脱落性 你快快就代表联邦政府大幅国权 这件事并不是美国立国的精神 而事实上 我们要做的是reform 是改革 避免司法部联邦调查局 被武器化 变成政争的工具 变成有些再执政的人物 去打压异件的工具 这个reform 是改良 而不是revolution 革命 而今天这个2025专案 其实是接近革命的 所以这个GNN的报导 抽出了一大班人 又有这个计划是Paul Danse做的 而Paul Danse 是做过川普时期的幕僚长 人事管理办公室 现任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25年的总统过渡項目主任 而他说是保守拜的智库之一 那这些每句话是真 但是 这个跟Trump有什么关系呢 Trump是竞选的人 是candidate 他都否定 遵从2025专案计划了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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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说了 Period Period 那所谓的Mark Meadows 和Steven Millard 和很多的律师 譬如Jay Securo Clatter Mitchell John Eastman 那这些全部呢 就在计划里面 我就说了 但是没有Trump 而在里面 你记住 是没有所谓的国会议员的 你想一想 全部这些人是没有国会议员的 OK 所以乱说一大堆 OK 那这一点 大家记住 这些人 当然是关心美国 有真诚为美国做的事 但是他们想要做革命呢 这件事呢 我觉得是有个问题的 如果革命 不是政治上的革命 是思想上的革命呢 当然是 但是如果你说政治上的革命 组织上的重组呢 No OK 所以民主党人就咬住这个project 2025 发起一个新攻势 拜登的竞选团队发言人 James Singer就说 特朗普和他的友谊 那些朋友呢 盟友呢 正在梦想着一场暴力革命 要摧毁这个国家 当然 我再说一次 特朗普已经否定了这个计划 认为这个计划是错的 而且觉得 幕后不知道哪个指使的 特朗普怎么会不知道哪个指使呢 其实他欲言又止 意思就是说 第一 不要想伤到里面的同道 OK 俄罗斯套话第一层 是里面一些比较 右派的 就是单纯一点的人物 再上一层的 可能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想搞乱共和党 所以两个地方去烧 他知道左右派已经分离了 他没有办法再分离了 已经分离得很重要 左派里面搞乱你 右派里面搞乱你 这个就是里面要搞的东西 那我们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 大家不要吵 我们摆祸头走 光明顶 汇丰灵柱顶 一滥中山小 大家的地方摆祸头走 搞定它 是不是这样呢 这些是膠 这些是白痴 这些是低B 是不可能实现到你的理想的 真正的是什么呢 都是我经常说的 讲真话 行公义好年纹 就是我们见到这些情况 我们知道 这件事不要犯敲下去了 你拜登如果决定了选 你不是说明了选吗 你抗论选 你不要再搞了 谁再搞它的话 肯定有问题 喂 你民主党 你不要忘记 是初选 已经完成了 1月至6月的初选 我记得3000多张的代表人票 投给拜登 各州都有票的 是一个很公正 莊严神圣 花费很多努力时间 费用的初选 来的 87.1%的选 投票代表人票 的代表人票 是给拜登 而这班3000多个代表人 是接会1000多人的门槛 将会在8月19日至22日的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DNC 必须要投票给拜登 除非拜登自愿退选 否则 这班已经当选的代表 必须提名拜登 你背叛这件事的话 你只是当初选是仪器 你违反民主党里面的党规 民主党如果搞到最后 跟共产党一样 我们搞中央文革小组 那你明白了 但美国从来没发生这样的事 你起码有一个dual process 去做这件事 所以整班人 为什么这些极左派深层政府 在媒体上 那么大力要拜登退选 是希望逼他 协于舆论 自愿退选 但拜登已经 差不多每天说 年年说 月月说 日日说 他不会退的 打上CNN说 你不要再叫我退选 我不会退 OK 你有种的 就在DNC挑战我 其实怎么挑战呢 因为DNC一定是 三千多个代表人 已经在一至六月的初选里面 被授权 被选民授权 支持拜登 这是一个dual process 你可以重启一次初选 没有 时间不够了 而且 你不可以这么而弃 因为一场电视辩论 于是 你要重启六个月进行的初选 这是荒谬的事 所以 我想 最后 贏就贏就贏就贏 怨赌復书 这个程序就已经进行到这个地方 不能unwind 不能重置 很多人就看着他 如何让子弹飞 会不会进行 Cumberland Harris 或者Michelle Obama 谁知道 但Michelle Obama的机会比较少 因为你新凡政府自己走出来 难道奥巴马 就是变成了他真的幕后军司 慈禧皇帝 就是这个 Michelle Obama坐在白宫 拖延白宫 每一天 这个奥巴马坐在旁边 每一时就老婆问老公意见 这个很有趣 这个总统不是做完八年 再做八年 没有很有趣的一件事 所以变成了非常荒谬 有些人说Michelle Obama 得到很多人的青睐 各位 到今天为止 一个月 左右时间 就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 你 都未讲清楚 自己那个 要参选的意向 怎样赢 OK 这个 我觉得是common sense的问题 谁会投票选这些垃圾 你根本上都无所求 是吧 拜登天天天说要选 支持他 民主党一条心 支持拜登选下去 你说good old man 你经常说 他不是坏人 good old man 做说几多次错误 无伤大雅 是精神不计 感冒 shack neck 是不是 那你就支持这些人 有你输 这个就是我的最好的结局 那我说这个机会大不大 是很大 因为按机制就是这样 OK 那么侵侵 现在就是要等到去8月19至22号 民主党党代表之后 整个事件 settle 而共和党的党代表大会 就是下个礼拜开始了 7月15号至18号 刚刚跟中共二十代三宗全会 完全重叠的 就是下个礼拜一 开到礼拜四 15号至18号 那么共和党毫无意外的了 应该是会推特朗普成为代表共和党 参选第47届总统的候选人 那而民主党方面要等多个月 当然每个党有自己的规则 那我想这一点呢 我想就有待未来的情况 看看如何发展 我会觉得对特朗普当选 审慎乐观 对拜登会代表民主党去参选呢 我是看高一线 这个是我的言判 那希望大家呢 看看我以后的言判 对不对 好了 节目四下差不多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